这举一个例子 这个智慧是能知道一切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包括净土法门 你修哪一种方法 知道你讲的德 哪一种的果报 你所修学的不一样 虽然有修学同一个方法 修行的功夫不一样 功夫 有胜利 古报也不一样 譬如念佛 这样大家都念阿弥陀佛 有人生是宝图 有人生方便图 有人生同居图 不一样阿 我们在这个人间 就在居住这个小地方 这个小村 大家天天见面 看这些人 我们能够住在一起 住在一个小村 住在一个小村 一个小镇 这叫工业 我们的缘分很深 所以做邻居 虽然做邻居 每个人生活状况不一样 有些人福报大一点 生活环境很好 有些人没有福报 生活很辛苦 这就看得出来 为什么这一家富有 那一家贫贱 这个人有智慧 那个人有吃 这个人健康长寿 那个人身体多病 我们在大臣经上 找到佛说的 我们的营业相同 引导我们 在这个时空里面 投胎的人生 这是引导我们 这个业相同 我们前世造的都同样的 所以 在这个时空里头 我们都得人生 我们有缘相见 但是满意不一样 我身体状况不相同 所感受的苦 所感受的苦落不平等 那佛告诉我们 满意很重要 第一个 不能有贪嗔痴痴 这是总的原则 一定要立贪嗔痴 还包括 傲慢 怀疑 贪嗔痴 加上傲慢 怀疑 五毒 身上有五毒 就不能不生病 五毒亲 病就少 五毒没有了 不会生病 还要修三种布施 修财布施 的财富 我们在物质生活 不会缺乏 有财富 修法布施 的聪明智慧 不于吃 修无畏布施 在健康承受 这样就好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那么满意是从这儿来的 断悟修下 喜欢帮助别人 我们喜欢帮助别人 别人也喜欢帮助我 居住在这个环境里 小村小镇 非常红 这个好啊 之处 知道 你所修学的法门 你将来 得到什么地位 比如 修五戒设计 来神一定是 人道天道 他不会都善我道 我们认真 幸运 持敏 专修 进度 将来 一定往生 记录世界 佛完全知道 下面 这只对还有 拔正道 知无路法 知烈半的 三十七道品 通大小城 小城正阿罗汉国 大臣 能正得 无伤不及